很多人有境外手机卡来注册海外应用的需求 今天就来聊聊可以免费获取的Katar eSIM 这张卡的特点是可以免费申请获得 零月租有效期是150天 可以在内地长期漫游使用 而且支持海外应用注册 我实际测试是收到了谷歌邮箱注册的验证码 先介绍一下什么是eSIM 咱们手机上现在插的三大运营商的这个电话卡 可以拨打电话接收短信 也可以上网的这个卡呢 就是SIM卡 SIM卡是实体卡 我们要把它插到自己的手机里 才能使用运营商提供的这些服务 那eSIM卡呢就是电子化的SIM卡 大家可以把eSIM卡理解成为一个虚拟化的SIM卡 它具备实体SIM卡一切的功能 打电话上网发短信都支持 区别就是SIM卡是实体卡 eSIM没有实体卡 eSIM它就是一个数据文件 可以通过网络下载到你的手机 然后大家可以正常的打电话 发短信上网 当然你也可以下载到你其他的移动中段上 比如说一些手表呀 但是呢 前提是你的这个设备 它要支持eSIM功能 再来看看免费申请卡塔尔这张eSIM 需要什么条件 一护照 办理护照大概100多 去出入境大厅办理即可 很简单的 可以看我这期视频 二 支持eSIM的手机或设备 美版或者欧版的苹果 谷歌的皮鞋 港版的三星手机等 如果你是国行的手机 不支持eSIM 你就要借助我手中Fiber这款产品 把它作为eSIM的一个载体 然后就可以在国行手机上正常的去使用这个功能了 操作也非常简单 只需要两步 将Fiber插入你的手机卡 下载Fiber的客户端 第二步 网上购买eSIM 写号到你的Fiber 就可以使用境外手机卡了 现在是Fiber的这个官网 首先咱们点击这里 然后把它变成简体中文 现在来看一下它的特点 第一 Fiber一张卡可以同时写入多张eSIM 最多支持15张 这样就解决了你携带多张实体SIM卡的烦恼 而且Fiber并不限制咱们购买eSIM运营商的国家和地区 你像香港的ClubSIM 保汉一年只需6港币 还有乌克兰的小蜜蜂 还有今天要介绍的卡塔尔的eSIM 咱们都可以同时购买 还有一个优点 就是它切换设备的时候 直接把Fiber取出来 插到新的手机里 就可以使用了 很方便 Fiber支持绝大部分的国行安卓手机 我在使用Fiber购买乌克兰小蜜蜂那期视频做过测试 我的两台华为和一台小米都支持Fiber 目前是只有安卓版本没有苹果版 所以苹果用户在使用前 需要先在安卓机上把eSIM添加好或切换好 然后把卡取出来 插到你的苹果手机上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那如果你不确定自己的安卓手机是否支持 可以向下拉 拉到最底部 点击这个正式版 就可以下载Fiber的APK 然后安装它的客户端 这个Fiber的客户端一打开 它就会自动检测出你的手机是否兼容 现在再来看一下如何购买 购买官方的链接 我会贴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 同时用我这个链接来购买Fiber 有9折的优惠 然后点击我的账户 点击下方的注册 用你的邮箱注册一下 邮箱收不到验证码 到垃圾邮件里找一下 登录进来以后 点击立即购买 官方现在有两个版本在出售 标准版是12美金 高级版是25美金 这是一次性买赚的价格 使用过程中也不会有其他的费用产生 这里我建议买这个高级版的 标准版12美金 只有两次免费下载的次数 就是你只能免费添加两个手机号 想要添加更多 就还需要付费购买 这个高级版本是可以无限次数的下载 最多支持15个号码 也就是你可以同时把15个号写入到Fiber里 价格其实也没有相差太多 如果大家有这个需求 还不如一步到位 在下边能看到用我的邀请链接 可以有9折的优惠 然后我们点击结算 如果你没有使用我的邀请链接 可以贴写屏幕前的邀请码 同样会有9折优惠 下一步贴写你的收货地址 然后用支付宝或者微信支付一下就可以了 Fiber是支持全球发货的 国内是顺风包邮 很快就能收到 收到Fiber 插到你的安卓手机里 登陆客户端进去以后 那现在所有的条件都准备好了 我们现在就可以去购买今晚 支持ECM服务商的运营商电话了 这个是卡塔尔运营商的官网 网址我会贴在视频下方 这个网页不好翻译成解体中文 需要填写的地方 我就会给大家做好标注 现在向下拉 到底部 点击Buy Note 这里选择第二个选项 非本地居民 下边要填写你的护照号 内地或香港的护照都支持 然后点击继续 现在要填写你个人的资料 第一行填写你拼音姓名 全部是大写 名在前 姓在后 姓名中间加一个空格 第二行填一个手续号 随便一个都行 官方也不会验证 格式就是加86这样的 下边两个邮箱地址要填写一致 邮箱一定是常用的 免费获取到的eSIM是会把二维码发到你的邮箱的 最下方的按钮是刷新号码时 可以挑选自己心仪的号码 但是想挑到包子号是不可能的 选好手机号拉到最底部 点击下一步 屏幕右边会弹出这个对话框 是让你选择购买套餐 我们的目的是一分钱不花 免费获取eSIM 所以选择skip跳过 跳转到这一步 大家不要看这么多 这段英文就是告诉你 需要上传护照和人脸验证 直接点击红色按钮开始 到这一步 咱们就需要切换到手机上去操作了 上传护照 电脑肯定没有手机方便 所以点击切换设备 到这里会显示一个二维码 用你的手机浏览器 在境外的网络环境下 扫码继续操作 同时网页端切勿关闭 手机端操作就很简单了 跟着官方的引导 一步一步操作即可 我使用的是微软的Edge浏览器 扫码之后打开链接 下一步继续 允许相机授权 点击I agree 开始扫描护照 护照上传成功 接下来是人脸识别 操作都很容易 成功之后等待一下 手机端就操作完毕了 PC端会自动跳转到这个页面 确认你的个人信息 无误之后 点击下一步 屏幕右边弹出 让你选择是 收SIM卡还是eSIM 我们选择eSIM 方框里用鼠标个人签名 签名无需特别工整 随便画几笔就可以了 官方也不会审查 也不会影响咱们后续 免费获取eSIM的操作 点击我同意 下边黄色英文提醒大家 eSIM二维码会发到你的邮箱中 点击下一步 到这个页面就操作完毕了 意味着咱们已经成功获取到了卡塔尔的eSIM 打开邮箱就能看到官方给咱们发的邮件 一共是两封邮件 打开邮件 第二封邮件显示eSIM的二维码 点击红色按钮就可以查看 打开之后 在手机端打开Fiber的客户端 点击右下角的加号 选择扫描二维码 对准电脑屏幕上的二维码 扫描一下即可 Fiber会自动把eSIM写入到你的卡中 下载的过程 不要人为中断它 很快就会下载成功 点击备注 简单备注一下这张卡的信息 和别的eSIM区分开 然后点击完成 之后把卡塔尔eSIM后边这个绿色的开关打开 现在这张卡 已经在你手机上可以正常使用了 随后就收到了官方发来的短信 已经识别到咱们是在中国漫游 我简单测试了一下 可以收到注册谷歌邮箱的短信验证 现在来看一下如何保号 首次申请给予150天的有效期 可在APP查看有效期 之后充值11卡塔尔币 即可延长手机号有效期180天 卡塔尔币和人民币的汇率大概是1比2 大概就是22人民币 不会覆盖原有的有效期 会在已有的有效期上增加180天 那意思就是现在充值 即可让自己这张手机卡的有效期 增加到快一年 充值需要用到微萨 国内的微萨卡不支持 接下来咱们继续回到首页 咱们登录看一下这张手机卡的信息 包括有效期和以后如何保号 点击右上角的红色按钮 下一步咱们点击注册 输入咱们申请的手机号和自己的护照号 点击继续 对了 这里可以看到卡塔尔的国际区号是974 接收一下手机收到的短信验证码 下一步会让咱们设置一下以后登录用的邮箱和密码 设置好以后不要再网页端登录了 网页端我找不到自由充值金额的地方 只能选择他购买的套餐 建议大家用苹果系统登录客户端 安卓我用我的小米手机找了很多方法都安装不了这个官方的客户端 苹果系统用国区的ID即可下载官方的客户端 就是这个 输入咱们刚修改的邮箱和密码进行登录 登录进来以后就可以看到 已经识别到咱们在中国漫游 这里有个中国的国企图标 点击Pay as you go 就是中间圆的按钮 最上方可以看到我们这张eSIM的有效期到2024年12月2日 从你免费获取到这张eSIM卡 官方会赠送你有效期150天左右 点击Rechage 在输入框输入金额 最低要求充值11卡塔尔币 你看 当你输入11之后 官方就会在下方自动弹出增加180天有效期的信息 咱们点击红色按钮进行充值 下一步选择付款方式 这里建议用Apple Pay来付款 Apple Pay可以添加咱们的VSA卡 我测试了 不支持国内的VSA信用卡支付 我使用的是香港中央银行那张VSA卡进行的支付 如果有香港银行开户的小伙伴 可以看我频道的攻略 回到首页 再查看一下有效期 有效期就在原有的150天上增加了180天 这个还是很友好的 不像有些ESIM卡 充值后会重新计算有效期 当然也可以选择暂时不充值 等快到期再充值 或者重新申请一张免费的ESIM 那今天如何免费获取这张卡塔尔ECM的内容 我就讲清楚了 欢迎大家私信我进群交流 最后感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